眼下秋意正浓,赏秋有热度也持续升温 北京彩业警官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 香山、国家植物园等地成为许多人的赏秋首选 其中不少游客选择乘坐最美西郊县前往 11月4号在西郊县八高站 一辆红色列车正缓缓驶入站台 乘客有序排队上车 我们被称为最美西郊县 平日主要是以通勤为主 在红叶观赏期期间 基本都是去香山跟植物园的游客比较多 平日我们在赏业的高峰 基本能达到五万人次左右 到六日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能达到过九万六千人次 乘西郊县来到国家植物园北园 园内迎信、水山、鹅掌秋等彩叶树中 已悄然换上秋装 与远处层暖起伏的山峰 一同倒映在湖水之中 宛如一幅秋日画卷 从辽宁特意过来的 听说北京的秋色很好 然后就过来了 感觉来的有点晚了 但整体景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从西城过来的 现在也是赏红叶的时候 这个季节秋天的气息特别的浓 然后感受一下秋的这种体验吧 香山、八八处都去过 景色都很宜人 从10月下旬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 赏秋的最佳的这么一个理想的时期 目前在本周主要是在我们温室周边的银杏 在我们樱桃沟景区的水山林 这些都是理想的赏秋场所 同时在我们湖区周边也有很多的变色树种 有远山、有彩叶、然后有湖水 整个景色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美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赏秋主题产品预定热度增长显著 北京、桂林、黄山、物园等地 是赏秋游的热门之选 我们牛人专线跟团游的这个线路里面呢 本身就包括像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圆明园、天坛 那么这些景区呢 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赏秋的一个最佳的时机 然后此外呢我们也会根据客人的需求 去增加一些比如像去香山看红叶 这样的项目 我们的客人有时候也会选择 比如说在北京多留两天自由行 去东四啊或者是楼鼓巷 进行这个city walk去上秋 从出游方式来看 银发族游客更倾向于国内长线游 周边游则受到各年龄段游客青睐 此外十一假期后也是错峰游的好时机 不仅可以避免扎堆 还能节约旅行成本 游玩体验度大大提升 我们平台大概有60%的用户是选择了国内长线游的 其中那个45%的用户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的客群 此外呢就是周边的赏秋游也非常的火热 覆盖了各个年龄层的人 然后呢很多人会选择周末的时候呢和家人朋友 到城市的一些公园啊 包括像一些近郊的景区啊 去这个登山和赏秋 国庆假期之后呢 因为机票酒店的价格是普遍下调了 错峰游更具性价比了 那么比如像北京到昆明的往返机票呢 现在是比旺季便宜了四成以上 所以现在呢是一个 这个错峰赏秋的一个出油的好时机 们历重发 出油的好时机 在赏秋田